清潔队人员收了大型的垃圾之后 像是各种柜子沙发都会先检查一遍 二十人后 雪甲清潔队员就发现了已经绝版的钞票 和不少的项链 戒指和玉琢 预估价值两万块 清潔队人员到派出所报案 希望帮忙通知民众来领取 接获环保清潔队员 实货古早钱币 珠宝 紫币到派出所报案 本所接获报案后 立即联系屋主 这些纸币现在已经没有在发行 这一次被清洁队员找到 有三种版本的一百块 五十元的有八张 十元的有七张 其他的还有零钱 而屋主赶到派出所的时候 发现这些也不是他的 屋主表示 该物品为前屋主所有 联系前屋主自所认领 在台南市 平均每两三个月就会发生一次 丢垃圾 顺便把贵重珠宝丢进垃圾车的事件 或者是民众在态换旧家具时 忘了把现金还有首饰拿起来 清洁队员通通交由警方处理 民众失而复得 下次也得要记得教训 别再粗心大意 三立宣网上有何晨凤 台南报导